環狀縣軌道錯位位置 傳出機械聲響 工程人員馬不停蹄進行搶修 因為不只這一處出狀況 還有別處鐵軌斷裂 扣件也脫落下來 讓民眾擔心的是 這幾天地震接二連三 就怕狀況更嚴重 有點怕怕 對 可以被小心一點 我每天在這邊走路了 多少會恐怖 環狀縣沒得搭 不少人覺得不方便 因為目前環狀縣 只有板橋宜北 到新北產業園區 恢復通車 即便市府啟動接駁車配套措施 還是引發輿論炸鍋 捷運十四張站 是唯一一個沒有接駁站點的位置 因為可以看到這邊的路幅 是比較小的 民眾如果想搭乘接駁車 得必須走15分鐘的路 到民權路的站牌 來搭乘引發不少民怨 隨著強震席台 環狀縣捷運和市府危機 處理能力問題扶上檯面 就有市議員痛批 新北市捷運 先前是委託台北市營運管理 直呼很有狀況 新北市是業主 委託台北市捷運機建 大家要講 新北市是業主 你要監督台北市對不對 但台北市比你新北市懂 那個狀況是非常有狀況的 這狀況就是 台北市捷運局 已經變成了 全台灣的捷運總局 可是誰能監督它 除了點出新北市府 對捷運營運的不熟悉 卓冠廷更直指為了國防安全 應該把環狀縣從高架改為地下 戰爭爆發時 可變成防空洞避難 為什麼這麼多宣示 最後都用高架 不是用地下 只有一個原因 錢 地下的捷運 大概要比高架多兩倍 多一點還要多三倍 因為地質 俄武戰爭 烏克蘭的地鐵 之後變成了 俄國侵略它之後 空襲的狀況底下 人民躲藏的一個最安全的地點 新北捷運局回應 捷運高架 地下各有優缺點 還要考慮路線規劃可行性 而且就環狀縣 興建和營運 雙北各有應付之責 目前新北環狀縣 由新北市負責營運 環狀縣問題越演越烈 對於市民而言 只希望能有個安全的乘車環境 明視新聞 黃恩玲 劉玉琪 新北報導 正確實在是 一百五 有一些 牧草 人 祖 我 不管 你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